我第一次回去台湾的时候是在大学 我们回去海外的慈情营队 我还记得当时候上人在开示的时候 就说慈情 悲自行 涟漪 起会根 为什么叫悲自行 你启发了孩子们的悲心以后 他接下来所想做的他的行为 他就会有一个有佛性的导向 那怎么叫涟漪 起会根呢 当时候二十几岁 那一群海外年轻人就在一起的那个想法 他告诉我说我可以做一些事情 我希望社会更好 我相信世界一定更好 我第一次见到师父的时候是二十岁 我们最大的震撼是当我在四十五岁的时候 我们的师父还在做一样的东西 在做什么 希望人的心被进化 希望这个世界是想和无灾无难 我们每天忙忙碌路过日子的时候 那颗心还有没有在变 我们想做的事情有没有改变 我觉得师父就给了一个很好的指引 所以师父对我们来讲最大 人生里面的影响其实往往都发生在哪里 我觉得发生在抉择的时候 我们的决定是以利益为主还是以原则为主 我发现我会在最重要的时刻我选择原则 我在选择我要做的事业的时候我选择做教育 当我们在教小朋友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把善的种子放进去它的思想里头的时候 它产生作用的不是当相 可能是在弄干年后 那方法可能需要变通 但是里面的原则还是像太阳一样 它可以铺造整个大地的 我们接了善人的法的这些人 它在产生作用的时候 其实它应该像小太阳 它去到任何一个地方 在方方面面 其实它都可以普照到它身边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并且是在美人是永远 visuals 이번美元你的故事 我们萓得国内地卡 我们 没有